乌克兰军对抗俄罗斯海上战事颇有斩获 14号又在克里米亚外海 击沉一艘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大型登陆舰 乌国公布的画面显示 乌军无人船冲撞俄军舰后爆炸起火 开战至今俄罗斯黑海舰队已经折损超过三分之一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认为 乌军这一波攻击重创俄国海军 同时排除了黑海酝粮的阻碍 乌克兰集成俄军舰也是要证明战斗力 好争取各国的军援 美国参议院13号表决 原外法案意外大逆转 共和党不少议员倒戈 以70票赞成 29票反对 通过了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953亿美元的预算 其中包括支持台湾和印太伙伴的50亿 法案也立即送交众议院表决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第一时间表达感谢 不过现在高兴还太早 由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议长强生 已经表态要封杀这项法案 理由是法案没有解决南方边境安全问题 而针对边境安全 众议院13号也表决通过 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 前总统川普反对援助乌克兰 是共和党杯葛原外法案的关键 川普也批评北约成员国军费支出未达标 还语出惊人的说 要放任俄国攻击北约国家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钦的反应倒是令人意外 他并不想与川普打交道 反倒是比较信任拜登 乌克兰地面战况不利 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斯尔斯基表示 俄军已经在所有的防线全面进攻 乌军已经被迫采取首饰 前线乌军表示 现在只能仰赖电子科技战拖延时间 拦截俄军的通讯 并由解码员解除俄军的秘语 像是在38个柳城上泡五包中国茶 意思是用五枚中国制飞弹 攻击乌克兰某个据点 俄罗斯军的人数虽然远胜乌军 不过很多都不是正规军 而是从国外招募而来 其中包括失业率严重的尼泊尔 尼泊尔非官方统计 至少有一万五千名尼泊尔人 在乌克兰战斗 他们大多受训不到两个星旗 就上前线 俄军根本把他们当炮灰 不少尼泊尔人前往加德满都的俄罗斯大使馆前抗议 要求俄国停止战争 尼泊尔政府也要求俄国政府停止招募 美国最新情报显示 俄罗斯对全球的威胁再升级 他们计划在太空中部署反卫星核武系统 用来破坏美国与他国侦测核弹的卫星 目前这套系统还在发展 尚未进入太空轨道 美国国会已经收到简报 情报委员会成员要求拜登解密 与盟友分享讯息 防范俄罗斯的野心 TVBS新闻总和报道 镜头在海面上不断狂晃 海上夜视摄影机拍下清晨偷袭敌军的瞬间 可以看到船只冒出火球 乌克兰宣称在黑海集成 俄罗斯大型登陆舰凯萨库尼科夫 这回帮乌克兰建功的 又是自家打造的武装无人艇 之前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北约论 遭质疑鼓励俄罗斯为所欲为 俄罗斯总统普京没赏脸 受访提到比起川普更喜欢和拜登合作 另外川普也指责北约多国少交国防支出 被美国盟友纷纷打脸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反驳 表示今年18成员国国防支出都将达到标准 在雪地里奋战杀敌 乌克兰公布亚速营第12特种部队前线作战画面 只见士兵们在雪地森林里 兵分三路包抄俄军 步枪火箭弹手榴弹轮番轰炸 步步进逼俄军藏身的壕沟 经历一番苦战后 尽管有伤兵还是取得了胜利 但就担心这样的捷报只是昙花一现 因为乌克兰又一关键阵地可能沦陷 尽管乌克兰军事高层换血 换上了新任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 但是专家认为这可能只是白忙一场无助战局 前线缺兵缺武器 降帅难违 而且对乌克兰来说 更糟的是俄罗斯还出动了告识 极音速飞弹 这是乌俄战士近两年来首建 白门整个桌面都是飞弹残骸 乌克兰的军事专家小心翼翼的研究 因为这可能会让战况更加艰辛 俄罗斯在三年前成功试试了告识飞弹 宣称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8到9马赫 也就是超音速9倍 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 而这种杀伤力强大的超强武器 却落在了乌克兰境内 乌克兰证实在2月7号基辅市郊区 发现的弹头残骸就是告识飞弹 推测是从二战克里米亚区发射 弹头重达上百公斤 俄罗斯出动了告识 就代表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几乎完全挡不了 欧美军援要是再不来 乌克兰就只能一路挨打苦战 好险此时美国终于有好消息 拖了好几个月 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援助乌克兰 以色列以及台湾的950亿美元法案 这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 忍不住暴息 有人认为乌克兰政府在过去两年没有加大武器国造 是最大失策 变成对西方过度依赖 德国最大军火商 莱茵金属新的军工厂动土 特别起到德国总理萧姿来主持 但是执行长坦言 做不到乌克兰需要的量 偏偏在此时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一番话 还让火差点烧到北约 川普放话他会鼓吹俄罗斯去攻击 没有一约缴费的北约成员国 结果就是让北约忙着灭火 但川普这话似乎也让其他国家危机意识大增 波罗的海三小国就决定要共同防卫 与俄罗斯及白俄的边界 打造联手抗俄的小国联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